在汐止八連路 因为连续大雨道路发生大范围的摊坊 只见目前已经先用水泥护栏及三角锥围起来 里长拿出之前拍的照片表示 前几天发现道路均裂 而且裂缝越来越大 已经先简单的围起来 谁知这几天大雨过后就成了眼前的状况 几乎有一个车道的宽度 路面整个摊坊土石大树都滚落边坡 这个八連路三段 颜色上是一个农路 颜色上是一个原来开始是道路归类 那后来在好大雨的时候就变成归类 再加上有点高低差已经有下限 那隔天就开始大面积的滑落 就造成摊坊 第一时间里长也通报公所处理 因为摊坊处有大半个马路 所以也先掉水泥护栏围起来 双向封闭禁止通行 而在公所与市府农业局现场会刊讨论后 等于亭也将进场进行复建工程 至于在另一边的西弯路三段 也一样有道路摊坊的情况 归类我们看起来比较严重的时候 我们就快速的通报 那颜色上 既然是没有好大雨 以前我们就有通报 这边道路就归类 因为在山坡地方 也比较做重道路的归类 那道路归类当然会造成那个滲水 含水量够高 就会整个大面积的滑动 那现在开始就交通管制就双面 就禁止通行 那天气好的话 就开始会做其他的工程 洪内里它是属于那种 就山坡地的 所以洪内里最怕的就是 台风 台风厅或者是下墙降雨 像这阵子这几天的墙降雨 让洪内里等于就是说 可以说是柔场寸断 除了长青里的八连路三段 在锡湾路三段靠近柯子林前方 也发生道路摊坊 不仅铁护栏就连电线杆 都整个被拉扯下去 目前相关单位也已经在进行紧急抢修 也请民众路过时小心慢行 加成慧玲 细子采报报道